哈喽,大家好,我是Aaron,我是Founder of Visual Home Management 我们主要是做房子管理,租资和租资 基本上,在房子的A到Z我们都有做完 我们用iBlade Plus 用了一年多 刚好去年疫情的时候,我遇到了iBlade Plus 的新伴侣 他刚好跟我讲了这个问题,我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当场直接删了你们的配置 在用iBlade Plus 的系统之前,我们遇到的问题 就是很多执行者都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主要是收租金的部分 收租金的话,我们要三个人做三个人的工作 去收租金,出 invoice,出 receipt 这些东西 可是有了这个系统,我们是一个人做三个人的工作 所以我们省了很多 overhead cost 第二个问题就是收不到租金的时候 之前我们是要去敲门,出 letter 之类的东西 可是现在有了这个 smart lock 它们可以直接帮你 override,它们是进不段门的 所以它们可以 guarantee 每次你的租金都是准时收到租金 然后最后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这个 smart meter 之前我们的 meter 就是我们要一天两天 去到我们的 site 去抄 meter reading 回来算,再出 invoice 再打这些东西,很多 manpower 的工作 当然用了它们的 digital meter 之后 我们是三个人的工作变成一个人的工作 而且三天变一天的时间 然后用了这个系统 我发现我们可以省下很多时间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需要做下来 讨论,谁没有收租金 很多这些小问题 可是现在这些小问题都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去做更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可以找更多的 sales 更多的屋主 更多的 project 进来 如果你给我打分的话 我会打一个 solid 的 11 分 因为10 分是他们的系统 他们的产品 然后那个 1 分 extra 出来 是因为他们的服务 因为用了这个系统过后 我们遇到所有的问题 都会有我们这个医生来绑住我们 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推荐的系统 我会打烤到7分钟 我相信更多 我相信更多 是因为更多 你会在这些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